韓國女型何志願電影中化身女殺手 近年來跨逐電視電影有著票房女王之稱 是韓國電影中片酬最高的一位 但大家知道嗎 她有個明星弟弟 在韓劇陳軍館飛文飾演大反派角色 全泰秀是何志願親弟弟 當初因為不想沾姐姐的光 2007年用全名出道 但始終還是擺脫不了何志願弟弟的標籤 加上後來因酒後鬧事自毀前程 在演藝圈中也有不少藝人 因為家人太紅始終被外界貼上 某某某家人的標籤 參加使勁是有疑似 因為壓力太大 當場掉下了男兒淚 她是范冰冰弟弟范晨晨 外界用放大鏡來審視她 參賽被外界酸沒實力 還靠姊姊 是因為范冰冰實在太猴 另外包括賈金文胞弟 魏斯里 當年與世元界合主兩人團體 魏斯里演藝事業發展頻頻 一般人幾乎不記得她是誰 都用賈金文弟弟來稱呼她 2011年和朱星儀登記結婚 生活開銷和家用 還一度被媒體放大檢視 點名靠姊姊照顧 手足血濃於水畫一畫不開 有個超紅明星家人 是光榮也是壓力 畢竟想撕掉標籤 是很多人無法承受之重 這張視則將有讚台北報導 給這張視聾 阿坡 博英明 為了 這聲響 拐 其實 而且 經